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前兩天 部分建制派人士瘋狂暢談紫荊黨 認為紫荊黨對於傳統建制派的政黨沒有威脅 但是在昨天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兼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宋小莊 他在《明報》寫了一篇文章 內容可以說是對於建制派人士 是一個當頭鵬渴 究竟他寫了什麼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在這篇文章的開手 這位宋小莊教授就立刻炸營 想向那班建制派議員問責 他就說 現任的香港立法會在10月以來的一段時間 大會就開了四次 議員人數是足夠的 但是出席人數就不足 個別故意倒彈的議員就要求點票 建制派有不少議員都缺席 僅有三次留會 這樣的議會沒有起正面作用 而是在起負面的作用 這一段就已經是責棍了 明是說你那班建制派 懶惰不出席 雖然他就提到說有個別故意倒彈的議員要求點票 但是這個都只不過是推堂之詞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 自從97之後 每一屆的香港立法會 根本上都是由建制派佔過半數 理論上來說 就算民主派反對派一個人都不派人出席的時候 只要你建制派全員是出席 基本上就不會有任何一次留會 因為根據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就規定 立法會大會的法定人數 只不過是全體議員人數的一半 還包括主席在內 你包括主席在內 只要多34個建制派的議員 是肯去開會 就不會留會 所以每一次留會 當然是有些建制派的議員不在 才會出現這個情況 可想而知 建制派的缺勤情況 是多麼嚴重 所以就算有個別的議員 真是好像這位宋小莊教授口中所說 他是故意倒彈的 他專門按完點人數的鐘 自己怕樓口走下去 又不回到議事廳裡面 只要你建制的力量是齊心 肯去開會 就不會留會 所以這個宋小莊扎棍 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所以這些立法會留會 你很難責怪那些民主派議員 因為就算他們全部不在席 你的議會一樣可以 蔡向順運作 好了 現在只剩下鄭松泰 在立法會裡面出糧 其他的民主派議員都總辭 你的議會 一樣可以開下去 因為你本身那群人就已經是足夠法定人數 所以法定人數不足 責任就一定在建制派身上 好了我們又看看到底這個宋小莊教授 有什麼建議 他就說 議員不出席會議 主要就有兩種原因 一就是故意倒彈 有人要求點票 就故意走人 二就是對於某些議員來說 議會的工作只是兼職 有其他更加重要的政績 於是當時就沒有在場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對於故意倒彈的議員就是有震懾力 但是 對忙於處理更重要兼職的議員來說 就未必如此 由於留會就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費 立法會就應當檢討一下 議員工作制度 有必要規定全職議員的制度 等有正職做重要事的議員 退位讓言 這個是功德無量的事 他裏頭說了有兩種情況 為什麼留會 所謂故意倒彈 現在已經是全部總辭 一個都沒有剩下 剩下那個鄭松泰 那個就擺明是花瓶 那個是忠誠的反對派 他不會搞事的嘛 如果接下來再留會的話 就是關於議員的兼職事 他很明顯就是針對這班人 如果不是他還怎麼會說 要建議一個全職議員制度 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已經對 故意倒彈的人有震懾力 那班都走了 那接下來他想對付的是什麼人呢 就是那些 有更加重要的政職要做的 只是當議會工作是兼職的議員 那是說什麼人呢 呼之欲出 很明顯就是 在功能界別裡面的商界議員 整天僱著做自己的生意 做自己的業務 經常都不去出席立法會的會議 很明顯就是那班人 因為那班人事實上也是最懶惰的 最少出席立法會會議的 下一流會你不信檢視一下 哪些建制派的議員缺席 多數就是那班人 如果要換走這班人的時候 應該找哪些人來去替補好呢 當然 紫荊黨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啦 是不是呀 紫荊黨的背景就是以港漂的專業人士為主 不是新移民的 不要搞錯啦 很多人混淆了什麼叫港漂 什麼叫新移民 新移民就是 每天拿150個單程證下來香港那班 那班不當是港漂的 為什麼 因為那班根本上有很多是基層人士來的 而港漂就專門是講那些 專業的人士 所以不要混淆港漂是一個身份象徵來的 是事實來的 你看很多港漂的群組 他們全部都是 打一些高檔次高薪酬的工作 就跟那班所謂 新移民不同 那班可能做淡仔阿姐 真的是 不同的東西 不要混淆 所以紫荊黨那班人士的背景 其實就很適合做這些商界的議員 因為那班人本身就是商界的精英 現在這位宋小莊教授就提到 說要搞個全職議員制度出來 我相信紫荊黨的人都很樂意來做 反而 現在現任的商界議員 如果真的有一個全職議員制度出現的時候 他們反而就是 權衡利害 究竟怎樣取捨 要顧及自己的生意 還是要全副心機放在這個 立法會的議會工作裏面 我想很多人都會顧著自己的生意多一點 因為那部分才是賺真銀 那部分才是賺錢 你說做這些什麼議員老實說 10萬元一個月 對於那些富商來說算是什麼呢 當然對於普通的 打工仔女來說就很多很多 但是對於某部分的功能界別議員來說 立法會的議席 其實就叫做錦上添花 所以 一旦實施全職議員制度 這班肯定是第一班被換走 你不換他自己也會走 所以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自由黨的黨魁鍾國斌這麼老定 他說功能界別的議員跟商界很熟絡 反而紫荊黨就沒有這些相關背景 不用這些背景 你看看宋小莊教授怎麼說 一變全職制就沒有鞋玩劇走 看看宋小莊教授最後怎麼說 他就說 歸納起來 留會就跟立法會的兼職議員制度是有關的 有些議員視工作為副業 視生意為正業 就經常缺勤 議員俸綠優握 工作繁衆 就不應當 還有其他主業 哈哈 那就死定了 是不是 就是說你全副心神要放在立法會那裏 那些人是不是 大佬開這麼長的會議 那些人哪裏有心機聽才行 更何況就是 他們競選的壓力不是那麼大 有部分功能界別 選來選去都只有百多票 而且全部都是公司票 根本上這班人就不需要向市民大眾交代 所以 為什麼他們可以 這麼懶惰 因為根本上那個制度使然 你不能向他們問責 你又趕不去扯 一般的市民 又不能在某些界別來登記 做來做去都是那些人 現在這個宋小莊教授 弄這些建議出來 就是要動這班人 我就不是很明白 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還有一些建制派人士 認為自己的地位是不受威脅的 老實說 只是說民建聯黨內 他們自己都嘗試過 勸退不少人 比如最出名最經典的例子 就是中樹根 被你們勸一勸退 他本身是扭扭靈靈的 又說要退黨參選 最後都搞不成了 都是要退休 要讓路 讓路給張國軍 至於漁龍界的 黃蓉根 又是這樣的情況 讓他讓路 讓了給現在的高佬 叫做何俊賢 何俊賢根本上都不是 真的親自去做漁民 黃蓉根也是 何俊賢又不是 他只是漁民的二代 所以 你們試過黨內都勸退過人 是不是 很容易做 有人在背後協調 就行了 一個黨由領 一個黨取代 又有什麼困難 又是那些人在背後協調 所以我真的不理解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有自信 當然現在整個立法會 都是換了人間 他走向的發展 其實大家都不會再 關心 只不過現在看到 鬼打鬼的情況 就叫做吃下花生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